一連四日的冬日,美食節在灣仔會展舉行 有參展商各出奇謀,推出一毫子食品優惠作招來 吸引不少市民排隊 美食節踏入第二日,依然人頭湧湧 今年有超過700間本地和海外參展商參加 上特衛而出,有不少商戶就以優惠價傾銷產品 推出限量一毫子的龍蝦 錯過了的話,場內都有30元兩隻鮑魚,都很受市民歡迎 免費試食攤檔也迫滿市民排隊 由參展商說,相信生意會比去年好 主辦單位預計,一連四日的美食節整體人流 將會教去年升一成,會吸引過百萬人次入場 鳳愛斯記者李斯文報道 奧亞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五年